1分钟命违规五情深刻 今天跟各位分享1分钟命违 回归五情深刻 其实很多人在算八字的时候 总是会看说自己八字身强身弱 八字的格局 还有我有什么透出 有没有跟这一些东西 可是实际上你在批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这一些东西 他都符合条件了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 这一个人他就不是这一种情况 而这一种情况非常非常多见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这一些不管格局 身强身弱 或者你有没有跟无跟透出的这一种现象 他最终都必须回归到五情深刻这一块 所以五情深刻 就是包含大运流年 他们这一些开始作用了以后 透过五行深刻 去看五行的增减状况 多变少 他就会不好 少变多 他就会变好 这个就是我们比较会看得清楚的一种现象 而并不是你八字有什么格局 八字有什么透出 他就一定会那样 当排列组合是错误的时候 反而会让你看到了 却是吃不到的一种现象 看得到吃不到 反而只会让你流口水 那就是一个运程上 就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所以各位还是一样回归五行流通 以后看五行的增减状况 好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